可以看到中央到最近呢 这个海军也动作很多 现在你怎么看 第一个呢 中俄海军7月上旬 在湛江进行的 海上的联合巡演演习 在湛江 这南海很近 7月4号到5号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 日本说有中俄四艘的舰艇 通过了大禹海峡到太平洋 包括了衡水舰 银川舰等等的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 中国大陆其实呢 也到了美国的经济海域 这个地方 美国经济专属区这个地方 你看白令海峡这边去了 另外再来看到呢 是山东舰最近也在不断的演习 出岛链去了 那美国也是很紧张 但相反的呢 美国现在被说航母不够用 最新的消息是 林肯号要到太平洋来部署 为什么呢 因为呢你就发现说 这个卡尔文森号回去嘛 罗斯福号要去接替嘛 那西太平洋变得怎么样 没有航母啦 所以呢山东舰这边 可以说是称霸了 美国当然受不了 赶快要派林肯号来 对因为现在 美国的航母很多都是到了 它的那个中校期 就是midlife 所以它中间就会有 必须要做的大修 这些大修原来都是 预期是四年 因为它很多的包含了引擎 都要做大规模的翻修 那我觉得这中间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你要考虑到像这些非常庞大的 尤其是核动力的这些舰艇或者是潜水艇 就是舰货艇 它们中间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充足的预量 能够overlap 它们不能够说我这个好了你赶快就出去 它中间不能够没有这个重叠的时间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 可是它们也有一个很绝对的一个四航时间 如果过了那个四航时间的话 你再让它在海上 事实上对于人员也不安全 所以它中间真的 如果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维修的时间 拖得很长的话 对于它的军事实力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我们回头去看一下 刚刚特别讲了说军舰你来我往 那如果你去看 中国大陆跟俄国的海军呢 它们从海上联合开始 大概三四年前 它们大部分都是实弹 实兵 混合编队 也就是说它这两个海军的 共同操作能力是非常强的 因为它们混合编队 至少你彼此的这些口令 你的这些所有的运作呢 都要能够通通了解 你才能够有joint operability 就是共同协同作战的能力 那所以现在你看到的 就有点像是在台湾那时候的 一个是联合力舰的军演 另外一个是战备警巡 所以它们这次一个是海上联合的军演 另外一个就是海上联合的巡航 所以它们已经是实际上在执行任务了 而不是只是军事演习 所以我们要看的话就可以做一个对比 就是在环太平洋 基本上是以美国为核心的 海上力量的展示 那它会选择两种不同的操作项目 一些是比较软的 所以会在外面 那另外少数的国家会被邀请呢 去做真正的军事上面的演练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海上大戏 你这样铺排起来就是很多船 但是中国跟俄国联合起来 是非常实的海上的军事实力的展现 这两个的意义不太一样 并且我们刚才cover了三四个不同的概念 第一个是说专属经济区 那专属经济区呢 就算是中国大陆跟俄国的船 或者是核潜力 它经过了这些专属经济区 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在海洋法公约里面 它只有一个 如果说你对对方有一些威胁的话 你才能够 你才会不能够经过它 所以无害通过这个概念 是在海洋法公约里面的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 是属于你的领土领海的概念里头呢 像大陆它是在1992年所公布的 在它的那个概念里面 外国的非军用船舶是可以无害通过 可是军用船舶要经过它的领海的时候 必须要事先经过它的批准 所以各位可能记得本来欧洲的 像德国的船要到大陆来访问的时候 它都是一定要经过批准的 同时如果是潜水艇或潜水器 必须是浮在水面上 并且要展示它的旗帜 就让它知道说你是无害的 像这一类的东西呢 就不是在海洋法公约里面的无害通过 而是在它的领海法里面 有很明确的规定 那这里当然还有那个 行驶颈椎权的一些规定 都是在领海法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要看 前段时间我特别有讲说 我觉得日本的作为是非常挑衅的 因为日本的挑衅程度是 它已经走到了临海跟毗林区了 它进入了临海法所管的范围 而不是专属经济区 从你的大陆边缘画200海里 作为你的Economic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就是你的专属经济权益的 一种保障的那个圈的概念 是完全不一样的 更和我们现在说的ADIZ 就是防空识别的概念呢 也不一样 如果说日本继续做那么抵近 中国大陆沿海的那种作为的话 我觉得他们真的就会踏入了 临海及毗林区法里面 让他们陷入会被紧追的 非常危险的境地 对啊你以为这个中国大陆 还是当年的中国吗 你来的话中国大陆一定呢 会呢会有一些执法的一个状况 因为中国大陆重返了海权的一个大国了 亮哥你怎么看 因为呢我到你家来 中国大陆现在也有能力到你家去了 所以因此呢 这个美国啊现在也头疼了 你自由航行对不对 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的舰艇 也可以到你的专属经济区域这个地方 另外更别说什么呢 其实啊中国大陆最近呢 也被发现说什么呢 有呢815A的电针船到你美国附近去啦 因为29国不是进行环太平常军演开始了 看到815A的电针船再次前往了 那更别说815A呢 在之前南海的电站当中呢 它也是扮演的要角 那美国现在很紧张嘛 因为呢家门口可能会遭受到中俄的威胁 就白宫宣布啦 要跟加拿大芬兰组成破冰船联盟 那美国官员说要在北极地区对抗中俄 其实破冰船俄罗斯可强的 亮哥 那个是阿拉斯加那一边啊 对啦 可是人家都是合法的啦 对啊 就叫自由航行啊 是让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来我往嘛 那你用自由航行我也用自由航行 你不能双标啊 那你如果觉得困扰 那你以后就不要来我家嘛 对 所以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典型的反制措施啦 就是你做到什么程度 我就做到什么程度 那中国跟俄罗斯在北冰洋是有高度的利益互补啦 对 因为俄罗斯破冰船将近五十几艘嘛 世界最多的啊 可是北冰洋的港口需要基础建设 中国最强啊 这个真的需要中国帮忙 对 那当然也包括融资啦 因为它也比较没有钱嘛 那未来港口的使用 坦白说到欧洲的线路 最多的船也会是中国的船队 对 所以中国到时候一定会 在北冰洋的几个港口就好比 它到欧洲几个港口去持有股权一样嘛 一定会用类似的模式啦 就是我来协舰 然后我就分股权嘛 那我可能就直接用基建的协舰来换取股权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高度互补啦 而且俄罗斯搞不好还要跟中国买作战舰 有可能啦 因为它作战舰不够 那太平洋舰队 它现在需要施展开嘛 所以我认为在这里 两国不管是军事啦 商业啦 都有高度的互补性 那刚刚欠姐讲到那艘日本船 它后来有出来道歉 非道歉不可 它说那个是技术性错误 不然真的找不到理由啦 找不到理由啦 因为而且它待了十几分钟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如果它不道歉 那中国到路大概也闯到日本那边去了啦 一定是这样搞啦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热闹啦 可是都是属于这个实力的礼尚往来啦 就是你要展实力嘛 我也可以 那我也就展给你看 那我认为双方是 还是维持在高度沟通的情况下啦 那久而久之大家 大概就知道奋济在哪里 因为第一岛链本来就没有什么规矩啦 那中国大陆崛起之后 它本来就要立规矩 这没有办法 这政治就是这样啊 这个不是法律啦 就有一些是政治啦 对 亮哥也说 美国你敢到俄罗斯家门口 勘察加半岛去吗 那美国自己家门口呢 原本也很紧张啊 你敢来的话 美国也会做一些阴影 所以中国在第一岛链呢 因为有这个实力跟底气之后 亮哥说了要立规 好那再来下一张看到说 中国大陆现在 重返海军大国 尤其是呢 航母造得很快速度也很快 所以大使怎么看 第三次这个福建舰呢 被说甲板有那个歼15T啦 然后呢就有美国的媒体就开始 检视防务嘛 就开始说 现在呢有看到了歼15T的进行起降了 另外呢更别说 中国大陆大杀机还有歼15D D就是电站的这一个 电站机很重要 那它跟歼35都一样非常重要 那歼15D呢它可以呢发射空空导弹啊 也可以反辐射飞弹等等的 更别说呢它就是可以呢 去干扰对方敌军的这个电站的系统 所以呢你可能飞弹就瞄不准啊等等的 所以大使你怎么看 福建舰对中国大陆的意涵 我想这个中国大陆希望福建舰 赶快入列的这个心情是非常强烈的 因为事实上这个美军在这个 包括它的这个盟友 在这个西太平洋这边的活动 是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而且来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那都是剑指中国的 那么在南海的挑衅呢 那么也是不断的在提高当中啦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是两艘航母 那你知道航母基本上一艘是维修 一艘是训练 一艘是战备 起码三艘嘛 起码三艘 所以的话今天就是说福建舰事实上的话 你可以看到海事 每一次大概就第一次海事跟第二次海事之间的时间隔得慢近 对 就表示它这个造舰的这个基本上在船的行驶方面 事实上问题是很少 没问题啦 对就是说你没有问题的话 就进行回去休息一下 就第二个下一个下一系列的科目进行什么 进行测试嘛 所以如果说你第一个阶段的这个测试科目的话 问题一大堆 那就要进场啦 对不对 显然没有进场的问题 对不对 回去休息一下 第二个科目就这样 所以它这个海事 非常像 可是现在就要进行到比较真正的这个 比较关键的 就是你的这个 舰载机 舰载机 然后这个你的这个电磁弹射系统效能怎么样 这个都需要实际的测试 可能会比较花时间的 然后呢这个测试 我记得那个三通号花了一年八个月 就是说它的海事一年八个月 那不晓得福建号是不是能够缩短时间 那缩短时间的话 它就尽快入列 入列再经过整个的演练 那么它可以派上这个实战的用场 这个对整个这个 中国周边水域的这个战略形势的改变 是非常的大的 那当然讲到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 哎呀第四艘的这个航母 是不是已经很快要出来了 那会不会是这个 这个是核动力的 因为中国大陆海军参谋展上次在这个 在这个 会议中被记者采访 访问这个问题 说第四艘中国航母 是传统动力还是核动力 到时候 出来你们就跟你去 就会公布了 就会公布了 但他有说啦 这个建造过程是没有遭遇到任何的障碍嘛 所以大家还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对 当然就是说 这个你从这个所谓的这种弹跳到进入到电磁弹射 已经是很大的 没有经过蒸汽弹射已经跳了一代了 这是很大的这个跳跃式的进步 再接下来就变成就是说 你说中国航母要再进入的话 再跳下一个阶段的话 那当然就是跳到核子动力的 核子动力它是续航力是无限的 它这个就不必三个礼拜 或者看有没有带这个补给件 那就是说一个月你就要回房 当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你中国大陆目前的战略的需求 这个航空母舰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周边水域进行区域巨主 尤其这个将来台海发生战争 或者南海发生战争的话 它作为区域巨主的利器 那么并不需要再往更远的地方去航行 中国大陆还没有这个计划 不过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如果说能够进入到核子时代化 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会很快的 希望进入到核子动力 因为这个对它的战力 是一个很大的跳升 那现在美国的11艘航母 全部是核动力的 而且它的这个吨位都是10万吨级的 现在福建号是8万吨 事实上它的当然它的运载量 稍微是小一点了 不过它是电子弹射 它的弹射的这个不断的载 飞机的载重量 然后它的这个起架的次数 当然它的效能是比较高的 能效是比较高的 可是跟美国要抗衡的话 事实上的话三艘是不够的 而且你不进入到核子动力的话 那基本上你还是不具备像美国这种 全球的投射跟攻击的力量 我跟他说攻击是最好的防守 你不见得是要真正攻击 可是你有攻击的能力 事实上它在战略上意义就完全不一样 它牵制敌人的这个能力就大很多 所以我觉得有说法说 中国大陆这个造核子潜艇的 这个核子航母的技术上还有困难 那是那个法国说的 对有人是这样说 不过中国大陆的核潜艇 事实上的技术已经蛮成熟的 所以就是说而且在中国造成现在 商用船也有核动力的 也有核动力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要质疑中国大陆 这个制造航母核动力长母 在技术上是有困难的话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比较有点牵强 有点牵强的 这是一个有点牵强 这是法国的美塔防卫 他说中国大陆怎么造核航母了 还没成熟了 你也不要看摔中国大陆 看清中国大陆了 另外倩姐你怎么看 因为我们不断提醒 中国大陆有些作战的想定 其实跟美国也有点不太一样 已经换代了 尤其是无人机航母076 现在最新的说法是说它挡验版出现 意思就是它的电子弹射的这个长度 大概知道大概是120公尺 所以有可能是跟福建线同款 那同款什么意涵呢 意思就是我可以弹无人机 因为如果蒸汽弹射的话 它瞬间过载太高了 4.5G 无人机这种没有办法承受 那076它就是无人机航母 所以它的这个弹射器重点就是在 它可以弹无人机 也可以弹这些比较厉害的尖三术等等 另外呢它后面这个地方呢 被说这是075 075后面呢 这边有一个可以升降机的甲板 这也取消了 意思就是呢 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直升机 而是刚才讲的这些无人机无人的 对它前面那边就是说如果它的距离那么短 那么对于飞行员来讲太辛苦 可是谈无人机是没有问题 而且你仔细去看它们的构型的话 尤其是我觉得076它们都开始逐渐你会发现 它将来在上面会有很多不同的电磁性质的武器 或者是装置 有一部分是武器像电磁炮 有一部分是装置就是它的动力系统 那个在马伟明他的超级大舰的规划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将来我们看到的这一艘船 它可能就会带着 以前要一个舰队才能够带的 这么大的一个军事投射的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一边在谈的像何动力 就是塔昂它的续航力 它可以远海远航 可是另外还有你上面所作为一个载台 你上面的武器系统 还有你的电站系统 到底是些什么 会决定你的战力 那我现在看起来呢 大陆的这些新的船舰 它的战力都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它一艘船舰 有很多人说这个有点小 可是它如果改用电磁的时候 它就不需要带很多以前传统需要做的 无论是燃料或者是武器弹药什么 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所以今天你在 在评比西太平洋战力的时候 我们目前还是习惯试用它有多少船 然后多少盾位来做它评比的基础 但是我认为很快我们就会改变 这个评比的基础 因为不是用盾位 或者是它上面可以载多少舰载机 而是它实际的战斗力量有多少 而这些东西呢 新的电磁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游戏 就好像我们说俄国的核子潜艇非常重要 因为它以前就是要在 北冰洋的冰盖底下走 所以它必须要有非常长的续航力 那现在如果是在前海呢 如果它所做的事情跟以前的那些战略 跟战事想定不一样 你作战的场域不同 你战场的态势不同呢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应该可以 重新的去评估一下 美国的海军军事实力跟中国大陆 加上俄国的海军军事实力成语啊 它们现在还会往外扩张的这个场域 那才能够真正的来看 它们在西太平洋中间的战力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台湾来讲 我觉得我们真的所看到的 这些科技的进步呢 都不要光想它是对台湾 因为要对台湾来做任何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是用不了这么高阶 和这么庞大的战力的这些武器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换在一个角度 就是说整个世界的海权国家 正在重新洗牌的角度 来观察这整个发展的话 恐怕会比较精准也比较客观 对所以呢中国大陆造舰能力 还有呢制造能力是很强的 那我想问一下最后问一下亮哥 因为呢中国大陆你看造军舰啊 现在也被说在下饺子 那现在呢更被看到是说什么呢 连这个潜艇呢也在下饺子 现在好多什么093啊093B啊 我看到都到处都在造 然后呢更别说现在也传出来说 这个095的分段也出来了 所以呢中国大陆啊 为什么造了这些速度很快 那你川普啊说啊 很多关键领主舰不要跟中国大陆买啦 但是呢造舰这一块呢 可能真的输很大 不美国第一岛链已经不可能作战了啦 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了 他进不来嘛 没有迎面了 他没有迎面啊 航母再大又怎么样又进不来 而且航母被炸的风险太高嘛 他根本不会进来 你光是看他从冲绳要撤到 关岛跟夏威夷你就知道了 对 所以如果是打近海作战 我认为美国是不可能真的发生了 他作为海洋帝国以后 我说这里就是一个缺口啦 就这样嘛 你说在第一岛链这个地方 第一岛链就是一个缺口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强大了 不因为有基地的防御 不这个等于是陆基的防御嘛 那个就是最大优势啦 那个中国大陆有太多导弹跟 相关的都在射程内啊 你没有办法进来啦 对 好 那我们讲那么多就是说 其实很多在评比说 中美的军事啊 美国的造舰 这个舰的盾位数很大 但倩姐说 你要看你怎么样打仗 盾位数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中国大陆很多无人机 或电子弹射不用用到这些 亮哥意思是说什么呢 第一岛链美国根本就不敢进来了 你什么盾位数又怎么样呢 这个会被通风打爆嘛 对不对 就用不到嘛 谢谢大家收看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啦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